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天耀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102年学测的第61题 他说科学家在1996年到2011年之间 调查惠孙林场中的斯文豪是赤蛙的族群数量变化 调查期间经历了极其大地震 这些科学家在随机捕获的赤蛙身上植入晶片做标记之后再也放 然后他说在于每个月重新捕捉 这就是我们的捉放法 他说来去估算族群数量 记录结果如图 这边我觉得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斯文豪是出蛙 底下有这个介绍 如果大家想要看就先暂停吧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记录结果如图 他记录了这个图 他就在这边 然后他说记录分为三类 他说分别为再捕捉 先前曾经捕捉过个体 身上有植到晶片 就是我又再捕捉到我之前有植入晶片的青蛙 好 接下来是新捕捉 就是我抓到的新的青蛙 他身上是没有我之前植的晶片的 好 接下来有种是逃跑 他说我只听到声音但看到 但是无法捕捉到个体 无法判断是不是有植入晶片 好 接下来呢 他就问说 地震后的斯文豪是赤蛙族群的动态描述何者正确 他说应选三项 好 像这边A B C D E选项 像这种图表判断的题目 我会去判断说到底哪个选项可以从图表里面推得 能够推到的就是答案嘛 推不出来的那我就这就不是答案 我就不会选他 好 所以这一题呢 我怎么做 好 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选项去对这个我们的图表去看 第一个 地震后的青蛙数量明显下降 诶 他这边有写地震啊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之后我发现 诶 我的不管是再捕捉 新捕捉或是逃跑 在这个地方我都没有找到青蛙 所以代表说青蛙数量明显下降 跟之前比起来 好 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 好 接下来B选项他说 地震后的再捕捉的个体的比例明显降低 甚至是消失 我们来看一下哦 地震依然在这里 我们的再捕捉是白色的 我们来看看哦 地震之后这段区域 果然我的白色的部分 相对之下我消失掉了 然后接下来在后面这一段呢 我发现我主要都是以逃跑 跟新捕捉为主 再捕捉会变得相当少 所以我的确可以从这图表里面看得出来 再捕捉的个体比例明显的降低 甚至是消失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选项 它说地震后的族群 都为地震前存活下来的个体所组成 如果我要知道这个青蛙 是不是地震前就存活下来的 我是不是去看再捕捉 就是我地震前我有做过晶片记号 地震后我发现哪 那我就可以证明 它就地震前存活下来的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地震 地震之后 我发现我的再捕捉 也就是白色的区域 数量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甚至几乎是没有 反而是新捕捉到的 它们的比例还比较多 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证明说 地震后的族群 几乎都不是由我们地震前存活下来的个体所组成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地震 地震后的族群多由新的个体所组成 地震前的个体都已经消失 我们来看到对不对喔 地震发生之后 我们的再捕捉的数量 也就是地震前存活下来的这些个体 都在之后都没有捕捉到 或者是捕捉得到的量非常之少 所以证明地震前的个体差不多已经消失了 接下来新捕捉的 诶我发现新捕捉的数量其实都还蛮多的 所以我可以证明地震后的个体 主要都是由新的个体所组成 好我们来看一选项 它说地震后的青蛙数量主要集中在春夏 两季秋冬甚至可能完全消失 好在地震之后呢 我发现在这个7月份 8月份9月份左右 它这边有比较高的这个风 这代表说呢 我在这边应该捕到比较多只的青蛙 所以在这边我就推断啊 青蛙主要会出现在六七八月左右 也就是夏季 然后接下来呢 后面可能会有像九十十一 这个可能偏秋天的月份 我有看到青蛙 所以我主要可能会出现在夏秋两季 所以一选项就是错的 好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AB株 大家选对了吗 好接下相关考题重点呢 帮大家讲解一下生物的统计 做方法跟样区法 如果你不知道我们怎么用做方法 或样区法去统计一个区域 它的生物的数量的话 请你就点进去看吧 那接下族群跟群集 诶个体族群群群 大家可能会搞混这些的顺序 如果大家不知道 哪个是在哪个之下 哪个比哪个大的话 那给大家可以点进去看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